来 刚开始认识她的时候 觉得整个人都充满活力 因为她比较年轻 三次偶然她知道了 我隐瞒婚姻的这么一个事实 可是我离婚的代价真的很大 当她离开我之后 我真的觉得生活又回到 以前那种枯燥乏味 所以说呢 我现在离了婚 我放弃了我所有的一切 希望她能够再回到我身边 一段感情是以欺骗开始 这种欺骗能被原谅吗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这对嘉宾 来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新 三十岁来自上海职业 投资顾问女主人公小佳 二十五岁来自哈尔滨 职业是护士 来 有请两位 三十 哪年认识的呀 2010年 哪年离得婚呢 最近 最近是进到什么时候 第二年的十二月 那就说你的离婚是因为她咯 你骗谁 你是因为我离的吗 你都到这了 你就能不能不骗了 她从一开始跟我交往 就开始骗 一直骗到现在 包括到现在我父母 我所有的人 就是包括朋友家人 根本都不知道 就是她还是一个 就是有家的人 就我跟她交往的时候 她也没跟我说过 她是就是有老婆 到这还骗 你是离婚了吧 离婚了 你现在离了 你当时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离婚了吗 你告诉我了吗 骗我也行 连我爸我妈你都骗 小佳当时是一个 什么情况下认识的呢 我是医院的护士嘛 然后那个 她生病了 然后那个去医院输液 就认识了 熟了之后就开始追我 那个时候根本就看不出来 她又每天追你 你想我一个女孩 就是从老家过来 就无依无靠的 整天因为我那是私洗员 就是从宿舍到那个单位 就基本上除了每天 就流动那些病人 我基本上接触不到谁 就是同事 而且她就每天 当时追我的时候 就每天往我护士站 送花干嘛的 送一些吃的 就大家都说 找这么好的 你就行了 就都觉得挺好的 都支持我 让我最感动的一次 就是我们认识不久 就是我生日 我也不知道她怎么知道的 然后就那会儿 就带我去那个国贸 去那个顶层 然后我们在那吃饭 就当时我就觉得 我一个外地来的女孩 就如果一个男的 就真的这样对我 我自己要是看她对我好 有可能是假的 包括同事 就是朋友 我也带她去我家 都觉得挺好的 你还带她回过家 对 去我家的时候 她跟我父母装的 也特别真 因为她一看 就比我大好多嘛 我爸妈也问 出没说女朋友 交的交的 就是怎么着 这么大了 她就说说是因为 那个她刚留学回来 因为在北京 这么大 反正说正常也正常 那谁能说 你出的一项 你拿这事开玩笑 你骗 然后我就觉得 就这么一下就过去了 我对你到底怎么样 你心里不清楚 我承认对我好 不是 她这谎言 什么时候揭穿的呀 怎么揭穿的 就后来她跟我说了 就有一天 我同学就都见过她嘛 然后我同学就说 说她那个 我看对象在那 就看厌生会 说和一个女的特别亲 都那么着 我说我们别开玩笑 我不可能 我说她那么忙 我就不信 但是后来 我就自己就觉得 那个朋友说的特别特别真 而且人家 没事嫌的 人家说你这事干嘛呀 我说她 那到时候我问问她吧 然后问她的时候 她就说 陪朋友他们去看 就是朋友的媳妇 我当时我就心 是不是以前有女朋友 前女友来找你了 你没告诉我 我都没想过 会是她的老婆 那什么时候知道 是她夫人的 是因为 就我俩一起去吃饭 正吃饭呢 然后那个就 因为我喜欢坐在窗边嘛 外面就有一个女的 就在外面喊了名 怎么不回家吃饭 在这怎么着 这么说 我就看了她一眼 我看了脸就煞白头 站起来就出去了 她俩在门口呢 我就纠结 我说会不会是 当时看演成会那个女的 谁呢 这种纠结呢 她就回来了 我就觉得她会跟我解释什么 什么都没有 直接就把我送回去了 就说我公司有点事 我说行 你工作忙 等你再跟我解释 从那天开始 直接就消失了 失踪了 人就失踪了 有人说 你是不是被骗了 我就宁愿相信 我就说 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特别特别担心 就到那会儿我才知道 我有可能是真的被骗了 因为我不知道 她公司在哪 我不知道她的 所有朋友的电话号码 我也不知道 我连她就是 我就根本没有办法找她 除了打电话关机 就是关机 根本就找不着 我就想 我什么都没有 我就跟你踏踏实实在一起 到最后 你就这么人间蒸发了 那一会儿我也没想过 哎呀 不能着 就全是气 到最后了 就直到她给我打这个电话的时候 我把电话接了 我一看是她 然后就当时说出来那种心情 过来她就说 说那个我想见你 那个晚上咱见一面吧 直接请了假 我就回到那儿去等她 一开门 她就说 说那个她有家 就是老婆家特别特别的有钱 就是这些年来 一直她也挺苦的 然后都是靠她老婆来 就是帮助她 然后说 你现在不都已经得到我了吗 你该得到你都得到了 你可以做我的红颜知识 别说了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我清醒了 我所有都是骗的 实际上面就等于 你想离开她是吗 对 我不愿意看你 我穷了 连老婆你都不骗 你好意思 你说你出来 用着人家钱 人家给你注册着公司 你出来在这外面这么闲聊 你创业 其实你前妻帮了很多忙是吧 前妻的那个父亲 可能就是说 觉得我能够有能力 把这个公司 把他们这个给做起来 把他们做起来 得到 她的 根本就是 这么快 这个公司 把他们做起来 好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会有结合 我很爱他 他爱不爱我 到哪一天他不再爱我 不再需要我了 我离开他 他有不偏这舞台 这舞台有不偏他 对 我是一个 我就做我的职业主持人 我没问题 我没有把我的良心 把我的人格卖给他 我只想知道说你娶你前妻的时候 有多少是因为要那个平台 有多少是因为爱他 基本上都是因为平台的事情 就是你从没爱过他 现在我来到这个舞台目的 就是说希望通过大家的了解 帮我挽回我喜欢的这个女孩子 在这之前我可能就是说觉得 这个世界其实婚姻的关系 说白了就是臭乎 原先我的人生光 我的价值光 可能就这样子 可是在遇到她之后 我觉得人生原来爱情 还是可以有不一样的地方 你今天是想挽留她是吧 对 你想向她表达的是什么 我想表达的是现在 她对我的信任感的一个缺失 我想挽回的这一点 那好啊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她 你是一个已婚的男人呢 因为在刚开始大家交往的时候 可能并没有想 就是那么快地去进入状况 我对她我也不能说 一开始我看 不是 那不进入状况 你是一个已婚男人 干嘛天天给一个小护士送花送吃的 我不想在 我在以前的那样的生活 那我先直接问一下吧 在婚姻当中对妻子不忠 是对还是错 这个我没办法回答你 但是呢 我现在的想法 我就觉得 离开她 我活得不开心 她有拒绝你的权利吗 我明白 我能够给她幸福 她所需要的是我能给予的 只是呢 就是说现在有 你能给予她什么呀 好好地爱她 好地呵护她 不 你怎么好好地爱她呀 给予她很好的生活 你心怎么那么大呀 你这边跟她在那吃着饭呢 那边你怎么面对你夫人呢 我特想知道 你怎么做到的 你跟一个女孩去 正在吃饭 你的妻子居然叫到门口来了 你就那么坦然地 面对你的妻子和那个女孩 很显然 我不善于平衡 如果你是以一个 特别坦诚的态度 我现在我摆在这边 其实赵老师 你应该感觉到我很坦诚了 我们俩大概有一点 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坦诚的态度 对这个姑娘 那你就应该非常坦诚地 跟这个姑娘说 你哪里错了 求得她的原谅 而不是巧舌如簧地去辩解 其实我完全可以不说话 你说好了 那我就跟你说 我不听你说 别说了 也别耽误大家时间 她今天来 为了挽救她人为的爱 我很好奇的是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来的目的 我就是觉得 她如果心里面没有我 她今天会站在这个舞台上吗 你有点礼貌行吗 你会过来吗 我知道你对我有恨 你对我有厌言 几年来 我恨得多了 我现在就站在里面 我一个男朋友没错 我跟你一个大老爷们 你珍惜过 你想什么呢你 我现在回家怎么跟父母说 那我就这么说 如果说现在我消失 我永远不再烦你 我从你的生命中消失 那你现在就走吧 下去吧 你就行了吗 你如果你真的 心里面没有我 我是很爱你 没错 我可以为你放弃很多 你觉得有用吗 现在 我承认 我做的的确不好 但是 你现在还在骗 包括你跟我 从一开始你要真 我这个爱你的心 我目前站在你面前 我喜欢你的心 你找你了吗 我知道他有一个逻辑陷阱 在那儿等着 就是如果你心里没有我 你怎么还会来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解读 对不起 今天我站出来 我被骗了 我让更多的人了解 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这样的骗子 对 而且再有一点 如果我 今天所有的话 我都不说 另外 另外我觉得 赵老师 赵老师 那个今天来这边呢 其实主要的就是想 大家帮我 对啊 说好话 不是 我们为什么 要给你说好话呢 就我们都很反对你 我们还要跟你说好话吗 你都到这儿 你都不争 你等会儿 就是你觉得你做的 都是对的 结果他错了 然后大家还要说 小心你做的太对了 我们得帮你 不是 你各位在场的 觉得就是说 我真的不应该 跟他在一起吗 谢谢你 其实我告诉你 我不管做错什么 我不管伤害到你 很多很多 我醒了 我不像以前那样 你说这些话 不好使了 以前你就是这么骗 现在还这么骗 有意思吗 是 你曾经让我风风光光 在同事面前 特别有面的 到最后 你想 我当时是风光了 你想过我最后辞交工作 不能跟同事联系 我回到家 我还奔得父母说 你想过这种感受吗 赵老师 如果是你的 我要说一句 做人真的很难 不是 我说你就换过来 如果是你呢 我骗你了呢 你现在看出 大家都能看出我多傻了 这么短短录制时间 大家都不相信你 你说我相信你两年 其实我是有点喜欢男嘉宾的 我有点喜欢他 因为他无耻得很坦白 我不是有讽刺的意思 没事没事 有些人虽然无耻 但他并不坦白 有一句话叫做 脸是高尚者的 窗户 但脸也是 卑鄙者的道具 同样那句著名的话 高尚是高尚者的慕志明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他们有他们的逻辑 我跟大家说一个故事 哲学史上最有名的办费之送 费就是消费的费 送是送送的送 有个老师 教了一个学生 教他法律 他跟他约定好 我先收你一半的学费 然后呢 在你打第一次官司之后 如果你赢了 你要把另外一半的学费给我 如果你输了 那一半学费 不用交 结果他这个学生啊 终日无所事事 他不上庭打官司 他也不工作 老师急了 起诉他 说要让他给钱 老师是自信满满 老师说 这场官司 我跟你打 如果我赢了 你输了 按照法庭的判决 你要把那一半学费给我 如果我输了 你赢了 按照你我之间的约定 你也得把钱给我 这个时候学生 也非常振奋地说 我也有我的道理啊 如果我打赢了 按照法庭的规定 我不用给你那一半的钱 如果我输了 按照你我之间的约定 我也不用给你钱 到底谁对谁错 其实 这不是逻辑的问题 我说了 高尚是高尚者的牧师明 卑鄙是卑鄙者的弘行生 这本来就是个伪命题 你跟坏人是没有道理可讲 那个老师错就错在 在最开始的约定当中 应该说 你的第一场诉讼 不包括你和我之间的诉讼 但是生活不是这样 生活不可能 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得一条两条 写得清清楚楚的 生活当中 虽然不能保证谁都是君子 但每个人应该保持一个 做人的最低的底线 才能够在一起生活的 否则的话 你与这样的人在一起 不是处处陷阱吗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春风得意时的 浪子回头最珍贵 穷途末路时的 暂时投靠最虚伪 今天就是这么个情况 姑娘 今天没什么好讲的 根本没必要在这浪费时间 坦率地来说 某一些人根本不配于 登上我们的舞台 来浪费大家的时间 当然 这只有唯一的一种作用 让我们见证丑恶的 远离犯罪 走吧 我也跟女孩说几句 其实你这个故事呢 非常能够警醒我们现在所有的那些情斗未开 而且还喜欢大叔的这种 少女 这是一个典型的教科书 凶残的大灰狼和糊涂的小白兔 她现在找你 说已经和老婆离婚了 有两种可能 第一 她根本就没有离婚 还是一个谎言 第二 她的老婆知道了 她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已经抛弃她的 像垃圾一样的丢弃她了 你还接吗 人家丢的垃圾 人渣你还接着 那你就实在是太愚蠢了 所以 她真正爱的是什么人 既不是老婆 也不是你 你们俩都是她利用的对象 她利用老婆来完成她的事业 利用你来填补她的感情的空虚 她爱的只有她自己 所以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的是戒毒 那个毒是什么 就是心里渴望被爱的这个毒 先于爱情之前要有判断力 之后才去 追许你那个属于你的爱 好吗 祝福你姑娘 教大家一招怎么发现已婚男 教大家一招怎么发现已婚男 像这样的已婚男 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跟你刚才说的 不会介绍朋友给你认识 也不会让你知道他家住哪儿 第二个 除了手之电话之外 你要问坐之电话 明白吗 朋友是一定要见的 然后要看节假日的时候 比如说情人节啊 过年啊 元宵啊 等等等等这些节日 它是不是消失了 如果消失都是有问题的 今天我们所有人包括你 应该感谢男嘉宾两件事 第一件事 坦白 人是要坦白的 这是他的优点 第二点 他刚才说了一个平衡 人生是一个平衡之术 但他用错了地方 他用去平衡罪恶了 你应该用来平衡幸福 就是当自己被伤得很深的时候 考虑一下 有没有多关注关注自己的父母 人生是平衡之术 其实我开始还是对这位先生 有点抱同情态度的 我觉得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但是你有一点 我觉得你一定要认识这个问题 一定是错了 如果你今天没有认识错了的话 那么你将来不会幸福 因为你说你像一个贼一样 你总是东躲西躲 东藏西藏 你欺骗这个 隐瞒那个 你觉得我从中 得到了很多乐趣 我在人前很风光 我带着这个可以出来 那个边可以这样 其实你总会有一个 最难过 最过不去的时候 那时候你想想 我能依赖谁 如果你永远 只是想着你自己 找几个红颜知己 这日子能过得长久吗 等你老了 你有多少个红颜知己 多少人在后面恨你 我还有一段话 同样送给你 你想 一个人如果生命里 只有利益 活得会多么的辛苦 多么的累 就像李宗老师 刚才说那段话一样 我再把它递补进去 当你深夜 一个人坐的时候 你希望有人 跟你说知心话的时候 你发现没有一个人 当你心里难过的时候 碰到问题 你想找一个朋友 来倾诉的时候 所有朋友都说 这个家伙 我们要远离 当你财富 积累到很多的时候 你发现 居然没有一个女人 是在心灵上 打动你的心 不觉得这个人 活得很可悲了吗 所以其实就是一点 每个人看到的 帮助点可能不一样 你希望我们 是让这个姑娘回来 我们的希望是说 你真的通过 大家说的这些 可能你有一个意识 有一些路 走不通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变通 应该怎么去改变 就像图老师说的 他是坦诚的 他明白了 他走了 你的生活还得继续 他的生活也要继续 如果这次你还没有意识到的话 我想不是他恨你的问题了 而是你要恨他 你要恨你的前妻 你要恨所有 让你失去现在财产的 所有人 而不会恨你自己 对于我来说 我个人原先可能觉得 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我希望我自己活得很好 我希望自己能够给我的身边的人 带来一个很好 很好的生活 可是当我做到了这些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很孤单 我自己生活得很不快乐 我知道我是一个坏人 可是我对你来说 最起码不是那么坏吧 男嘉宾 刚才你承认你是个坏人 你是坏人的最后一点良心发现 甚至你说 我对任何人都坏 但我对于你好 其实我现在不关注这个 我相信你内心可能确实对他有感情 我想对你的所谓的工作态度 和你刚才所说的到那种现象 我想送你一句话 风光的背后 不是沧桑 就是肮脏 沧桑可以获得风光 肮脏也可以获得风光 但是肮脏是见不得光的 沧桑才是一笔真正的财富 你是选择沧桑还是选择肮脏 你自己好好想想 我觉得过去那些旧账 可以打一个点 从今天开始 自己去做选择 选择做一个正直的善良的人 你快乐的人 我觉得就好幸福 真的好幸福 我们可能都会去检讨一些问题 不是每一个女孩都会中这种圈套的 为什么你中了 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面向未来的生活 今天在这个舞台经过了我也知道 我希望如果说你真的心里面还有我 我慢慢用我的行动来换回你的信任 如果你心里面真的没有我 那我也希望你一路走好 毕竟 这个让姑娘自己做选择 记住她的话就好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请回吧 谢谢 在这之前呢 真的是做得很错 对我来说的话 或者对她来说 都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伤害 可能这个伤害 在之前一开始就注定了 因为是我犯了三万元一个错误 我想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 应该不会再有这样的错误再发生 我知道她就是 已经结婚了那天开始 我就是想跟她分开 不可能就是跟一个已婚的人 就这样纠缠 所以说我的想法就是 不可能再在一起了 我也清醒了 我也不像以前那样的 就是在一起就是个错误 所以说趁早离开是对的 本来我是一个很优秀的女生 快文学的我 觉得我的男朋友 跟我的精神层面上 应该达到一致 开始吃的时候都挺好的 如果正常走下去了 我们可以有精度的生活 但是在一次朋友机会上 我发现原来最优秀的我 反而过得最悲惨的 她说比如说她想要生活 突然给我提出分手了 不过了 我们都知道年龄了 四个都不小了 我想让她能够回头 曾经那么脱俗的我 今天我也要赎一把 自然她给不了 我想要的物质生活 我必须要跟她分手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 来请出这对情人 男主人公小张42岁来自内蒙学历高中职业测量师 女主人公小珍43岁来自安徽学历大专 是一位自由赚稿者 来有请两位 小张是吧 对 是我 做过什么电视节目吗 看着你很远熟 有个猜的就是你这个节目栏目 你这猜的是我职业 因为我就是一个搞测量的 我是一个测量师 今天心里很压抑 压抑什么 她跟我分手 本身有爱的又和挺旺的 一盆两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精神我给你了吧 出的已经不错了 你说突然给我来这么一招 你说谁解释得了 我能问问她为什么吗 你问问她吧 43岁 没结过婚 没有 她是因为各种原因耽误了 您呢 主持人 你看我长得那么漂亮 像我从小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像杨娃娃一样一个女孩子 我左脸又涩 我亲戚朋友 没有人不喜欢我的 然后我长大以后 我亲戚又好又要强 像我那么优异一个人 但有一天我突然发现 我怎么 我们一个同学聚会 我才发现自己过得 原来是最悲惨的 你想我可恨不可恨 什么意思呀 就是别人 来来往往都有车接车送 然后每天都去什么茶道了 油画了 什么不好好学习的吧 有了一个博士老公 孩子又聪明又可爱又漂亮 然后就是那个长得不好看的吗 找了个很有钱的人 然后每天过的人穿得很好 然后背着包包什么 都是自己向往的生活 那我过得怎么那么悲惨呢 我来的时候还想是坐地铁 还是挤公交 现在不是正常的生活吗 那一开始认识我说你没要求这些呀 我以前要求的是不是这些 但是现在从那以后我发现 在对比中才能够有发现 你过去要求的是什么 过去要求是一种精神层次 能够给我达到一致的生活 就是说这男人必须有素质 不是那种太熟悉的 就是以前的那种男朋友吧 什么他特喜欢跟你接吻 接吻就算了 他吃完韭菜饼还跟你接吻 那种味道真是受不了 我今天就跟他俩拜拜了 就那种人那么孰不可耐 怎么跟他俩继续下去呢 你就谈过这一个吗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男朋友吧 他是个大学老师 他也倒挺斯文又挺帅的 然后去了他家 他家的那个房子 那么黑咕隆咚的 然后屋里面碗筷什么脏兮兮的 他家父母对我倒挺满意 一见面就说 又赶快把婚定了吧 特喜欢我 可是我回来以后想了 想那个碗筷粘不及及的 那以后那日子怎么过呀 我又跟他提出分手了 发百信 你说的你说的这些我没有这些情况啊 我的屋子干净吗 你是很干净吗 但是生活也不只能是那一点点啊 那得有在天地在屋子技术上的 他爱写小说啊 这我知道 你的职业是什么呀 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作家 作家 写小说 发表了吗 今年联系到书版商 然后最迟也就今年夏天就发表 然后我的梦想就是这个 我一直在为这儿努力 那你大专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写小说是吧 就一直为小说的积累 因为我梦想是当一个伟大的作家 那你的职业是什么 有很多职业 就是因为为了积累生活素材吧 我经常换职业 那你都做过一些什么呢 做过文员 做过文蜜 做过模特 还做过情统演员 你这些我都没有妨碍你啊 这没有妨碍我 如果我要找个有钱的人 我的小说早就发表了 我每天要被一日三长去奔波 我每个月挣的钱 还要拿出一半来 跟他去一起去交房租 我要是找个有钱人 有丰厚的物质基础的话 我就在家里一心一意 搞我小说创造 我小说早就发表了 那那个时候怎么没找一个有钱的呢 那时候我经常 他们那太熟气了 实不可能 你找一个物质基础男人 你经常追求能达到吗 我问问你 你现在有时候很投入 是吧 看了 你看了《真幻传》以后 那个电视剧以后 就想写不宫情剧 写不宫情剧以后 行 我这陪着你 也可以下大雪呢 看故宫的时候 故宫雪景是什么样子 坐地铁就去了 去到那以后 见了这是哥哥 这是娘娘 这是太后 这个谁会 哎呦 我都得陪着他 一会儿这是手无足蹈的 你旁边一人看以后 都以为这是两个 精神变是咋的 我当时看以后 我对旁边很气愤知道吗 我说你们怎么懂艺术 你们知道啥呀 这是我这未来老婆 他懂艺术是吧 活了以后呢 名字都改了 我管他得叫小主 哥哥 他管你叫什么呀 二哥 你说谁一下班以后 一开门以后 先来个参见娘娘 哎你每天回家 就参见娘娘 还得和娘娘千岁 哥哥千岁 我弟就跟你这样了 那那说咱里 已经消除这些天 你弟弟你就不考虑吗 就你那点小花糟 又算什么呀 人家比你懂得太多了 那别的男人本身数字就高了 人家不用像你那 每天去看书看报 现扎现卖的去 人家已经懂得很多 别人能带你去 外国旅游你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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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读外经书行万里路 但是一定要有丰厚的物质基础 最起码我的父母能 跟我在一起 不是得多丰厚啊 最起码在北京有一套房 让我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基础 不用在每天为生活奔波 不用每天赚了钱 跟他将房子 连衣服都买不了 几个月才能买一件衣服 这些物质我可以一起创造 你可以继续搞你精神生活 那不行吗 不用你去奔波 行吗 不用我去奔波 就他那种 那种老龄拉破车的那种速度 我等他挣到钱以后 等他攒住了钱以后 你背给人家比好不好 买了房子以后 我头发也白了 我头发也长满了 我牙也掉光了 我还有什么最浪漫的资格 别做梦了好不好 做梦 我现在就从梦中掉下来了 我已经回到现实了 我已经从云端掉下来了 我不强强鹅了 小主借一嘴说个话 阿哥想个问题 这么浪漫的女人 您当时从哪儿 把她刨出来了呀 我同时就不机会了 看到她了 看到她以后 就是怎么说 小主张都不像了 你当然会看上我了 没有人看不上我 您当时怎么看上她了呢 当时吧 她穿着那个红袄子 里面穿着一身西服 都是新买的 当时我觉得 这人怎么那么神气 看着挺帅 就这认识以后 她一直对我都不错 我对她也挺好 那今儿人世界我也给她 我也不知道她怎么 你还想要什么生活呀 我问你 我不是什么拜经理 但是我只要有一个 最起码的物质基础 能够让我配得上 我的外表 配得上我的智商 别再做梦了 行不行啊 别的现实行不行啊 我现在就是从梦中 掉下来了 醒了 我已经醒过来了 那你过去那个 从18岁的这个 花季少女 这么一路走来 那么多年 就确实没一个合适的 配得上你的男人吗 那时候我倒挺喜欢的 我家人都不满意 然后我家人说 就是说我长得那么好看 怎么又智商又高 就他们把我当成宝一样 非要让我找一个条件相当的 反正最起码得 他们看得舒心的 他们满意的 这个你们家人看过吗 我家人还没见过呢 就不敢带她去 一切都相对的话 咱们可以走着婚殿堂 以后的生活 咱们可以 你悟着生活 可以创造 就你那样 谁跟你走着生活殿堂啊 连行马的生活标准 都达不到 那你这有想法 你这个想法 你物质生活想法 原来没有过呀 我这比较以后我才知道 自己比 最起码比别人强 什么都比别人强 我为什么不是找个 比她好的老公 我最起码找个 比别人那个强嘛 你光是精神层次上达到了 你物质基础上没有 不是 她的精神层次 怎么达到了 咱们说一下 这精神层次是什么意思 最起码我需要的浪漫 她能配合我 但是我需要的男人 我没配合你吗 她自己能创造出浪漫 她这就有多创新了 我明白了 就是说月亮圆的时候 应该是男人 把你从床上拽起来看月亮 是这个意思吧 对 应该她想着花招 去讨我的欢心 去取悦于我 咱不小了 不需要那种 二十多岁以后的浪漫 咱都四十多岁 走到现实不行吗 四十多岁 就是因为我 有四十多岁 你说她的想法 这多快 你这个逻辑上有问题了 人家现在是要走入现实 是 咱们物质生活以后 我可以慢慢去创造 这可以 不行 就是在你的心里 她应该就是 你未来的夫人了 是吧 对 其实我现在 她可不是我未来的老公 我未来的老公 一定要有豐富的物质技术 最起码不让我 为一日三餐去奔赴 不要让我为了生活 去劳碌吧 什么样的人 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高素质的人 就要过高素质的生活 我为什么要一个 那么好的人 配他像他这样的男人 不是 不是 一个高素质的人 为什么靠别人 给他提供一个 高品质的生活呢 我只是觉得 别人女人都不如我 然后找到老公都好 生活的都好 然后像我那么好的一个女人 我觉得就像我父母 我亲戚朋友都劝我的一样 应该找一个 跟我般配的人 这个不错呀 不错 我觉得 他对我的理想的标准 差得太远了 我这个完美主义 我慢慢争取可以吧 本来我觉得 他可以将就他 但是他那种 蜗牛般的速度 像爬上树以后 我都那么老了 我怎么还有时间 去浪漫啊 行了 特别害怕 跟浪漫的人谈话 云里雾里 我也听不明白 想见五位老师 是听得很清晰的 让他们帮帮你们吧 来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李玲老师实际是 出过书的是吧 散文集 对 据说过去还写过 这个张奎的武侠小说 自己是吧 小时候的事情 就是也曾经是一个 文学女青年 像她一样 对 像一个有文学梦想的 一个女青年 来 说说吧 我从小的时候 我从来没认为 我自己长得漂亮 我老是觉得 我就像个丑小鸭一样 从来没有想过 以后去做演员 也没想过 自己能够出书 这一路走来呢 其实都是自己在奋斗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你这么好的条件 为什么 你今天还没有找到 自己中意的男人呢 我觉得你自身 是不是也要寻找一下 自身的问题 一直吧 就是因为文学创作嘛 我觉得我不用成家太早 读万件书行万里路嘛 因为一直在 为这个梦想在努力 我所有的生活 都是围着这个目标 你老是在 比较自己的生活 幸福是什么 幸福不是比较出来的 幸福是自己感觉到的 幸福是什么 你不能说 你看着别人老公 都比你现在的男朋友好 你就觉得自己亏了 你要寻找自身的问题 然后呢 你再切实地去找 你的男朋友 其实作为我的目光来看 我觉得你现在男友 非常的不错 因为他能够 配合你的很多 浪漫的思想 其实我觉得 你俩的水平是一致的 真的 但是他的就是说 在生活当中 会有一些的小毛病啊 让人无法忍受 每个人都有小毛病 我先生有身上 有很多小毛病 我都会忍受 大双那是什么毛病 你忍受 男人身上 首先很懒嘛 吃完饭 他有时候 他不愿意洗碗 就把扔到那了 那也许我说 提醒他一下 他下次就知道了 这些很多小毛病 都能够改正的 而且呢 你也要互相包容的 他洗碗 他做饭 然后他洗 你这样的男人到哪找去 你现在你还教嘛 但是我要的不是这个呀 我是要有大把大把的钱 最起码的物质标准能达到 我觉得你就是白读了那么多书了 你还当什么作家呀 以前我是觉得自己很脱俗 但是我觉得那种太不现实 我问你一个问题 然后 你有什么能力 让你的这个 未来男朋友 或现在男朋友 给你物质 这些妈 外表还行吗 你是在找物质 还是在找老公 我是在找老公 我是要找有丰富的 物质基础的老公 那人家为什么能看得上 你想象的东西和你这个 就跟你男朋友说 你要从天上 不要老认为在云女物里 你说你落地了 那我认为你现在还没落地 刚刚升起来又 不是 我这是回归现实了 曲总 我问这个 问几个问题啊 因为我知道你们每年 其实也做那种 婚恋情况的一些调查报告 就是像这样的人多吗 少 太少 第二个问题是说 他们在找对象的时候 好找吗 难 太难了 但是我很好找 我只要想找 什么时候都能找 条件好的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 像一个女神一样 对 你自诩清高 但清高不可以养傲气 找个老公都觉得亏本 这不是骨气 是俗气 这不叫实 这叫现实 我告诉你现实是什么 就是第二点 男人们想要一个女神吗 女神都是要高高供养的 男人要的是老婆 过日子 你要找一个技能 冬夜陪你看月亮 下雪陪你逛故宫 这男人还要有丰厚的物质基础 满足你的所有的一种剧情 其实你是格格的新丫鬟的命 我才不是丫鬟的命呢 他对你如此真爱 能够夜里头 陪你看月亮 不知道珍惜 我要找到别的男人 我觉得比他会更懂浪漫 这就是你的贪心 我不是贪心 这恰恰说明是你的贪心 我只是他达不到我的要求 满足不了我的心求 你妄想用婚姻去交换物质 是在卖自己 你凭什么 我觉得你的理解有错误 像你这男人如果来追我 我看都不看一眼 你觉得像我这男人会去追你 我谢谢你 我送你一句话 眼前这个男人 如果在你眼中 他真是一文不识的话 放开他 让他去寻找自己幸福 我替他谢谢你 此时此刻 你一定是如坐针绊 因为从来都标榜 要为女性捍卫权利 接下来你标榜一个给我们看看 陆琪来吧 问题我还是个作家 我先给你自我介绍一下 我先录 我叫陆琪 我出过七本书 大概是两三百万字吧 我的一些朋友 可能你也认识 像榴莲子写《后宫传》的 苍月写《武侠》跟《奇幻》的 《肥我思纯》 这些女作家 都是我特别好的朋友 我们隔几个月 就会在一起聚会吃一个饭 你们也是月光下漫步是吧 我们漫步啊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是在精神上 都是有一些追求的 但在生活里面 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 我们都要吃饭 都要赚钱 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大家都是每天苦哈哈的 在干嘛呢 在群里面瞎聊一次 然后最后说 我们开始拼字吧 写字吧 然后开始一个小时 一人写一千字两千字 然后完了之后 再次苦哈哈的聊会儿天 说那个 今天我爸生病了 怎么怎么办 诸如此类 每个人都是生活在 现实的生活里面 然后说你 自以为精神层次很高 其实从精神到物质 都是一团糟 以为自己看破了整个世界 其实一直都是一只 井底之蛙 为什么这么说你呢 其实从你的这个故事里面 我没有任何一个点上 看出你的精神层次高 在月光下走几步 就是你所谓的 精神层次的高吗 你拥有了一张 可能年轻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很好看 但我这么跟你说吧 一个人的好看 不是看他的外表的 也不是他说 我自己怎么怎么好看 而是他经历过 岁月之后的 淡定跟从容 这才叫精神的层次 而不是像你这样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说精神层次 五家讲精神层次有三样东西 叫三立 第一个叫立功 我们要有一些成就 首先我们要做一些事情 立功 第二个叫立言 什么是立言呢 就是我们要说一些话 写一些东西 去教化一些人 第三个叫立德 什么是立德 就是让我们自己的品德 也变得高尚起来 这才叫真正的精神层次 而不是像你这样 整天说 我们要去故宫里面散个步 这就是觉得自己很高尚了 何况你现在 快笨50的人了 还要去追求什么富豪 开什么玩笑 从不同的角度 看看大家对你的看法和认识 但是我相信 他们所有这些语言的背后 其实就一个词 叫关心 虽然已经走弯了 他们希望你还能稍微回来一些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从来就不缺乏人才 做爱心保卫战三年时 我明白一个道理 如那位女孩所说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有一些人 用毕生的时间 去寻求精神上的浪漫 虽然清贫 但是让人羡慕 而有一些人 用现实的目光 选择物质上的富有 虽然世俗 但无怨无悔 而最悲哀的莫过于 一个女人用青春 去追求浪漫 却又在衰老之后 被现实打扮 这是最悲哀的 从我们大概有了物质 和精神上的选择的时候 人大概分成了两派 一种是理想主义浪漫派 一种是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 总是嘲笑现实主义 说你们太低声 天天只知道钱 吃 穿 而那些现实主义派 往往又反唇相及 说你们那些 所谓的理想主义 太过于清高 太过于作 虽然他们都过不到一块 但没有关系 各自生活在各自的领域 谁也不干涉 但问题是 最讨厌的那一作人 在这两个阵营当中穿梭 所谓的骑墙派 这种人终日不会得到快乐 总是郁郁寡官 终日抱怨 他们一开始有可能选择了理想主义 一天到晚说你们这些人 装 咖啡没酒 却没多少钱 还是有些人选择了物质派 他有一天到晚说你们这些人 他也没追起来 所以他们终日得不到幸福 所以我有一句话要送给这位女生 和所有有这样想法的女人 人生大大小小的选择有很多次 但是最荒谬的选择 就是选择背叛自己 就这样 我没有背叛自己 我只是说 他不达我的理想标准 达不到 我只是想分手 再找个达到标准的人 不不不 图老师所讲的背叛实际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坚定的信仰者 真的能受到别人的尊重 千万不要放弃自己曾经坚持的东西 那对自己是一种背叛 当然你说二个就是不够那么优秀 不够那个什么 我觉得你可以直言不讳地去告诉他 说你不合适 而不是 我觉得对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去做这种践踏 其实是挺残忍的 你说呢 你没有钱 如果他这么说 好吗 这老女人丑成这样还作怪 你伤心吗 他不是没有钱 他老是为了一点点钱 一点小钱 跟别人吵架 这种男人能让人忍呢吗 这不是正常生活吗 生活人就这 他老是去买菜 跟别人斤斤计较 那我没得你去找 这个男人能达到我的要求吗 也让你学试 然后怎么生活 这个我们不去喝酒 我们只是想告诉你说 我们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可能有一些东西 我们是要坚持的 张先生 最后送你几句话吧 第一句话是 我们没有权利去干涉 另一个人要追求的东西 对不对 第二 我们没有能力满足一个人所有的要求 第三句话是 如果你如此固执的坚持 和他现在的这种做法 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你觉得他是一个不现实的人的话 一个42岁的男人 面对这样一个女性 有自己想法的女性 有如此固执的女性的时候 你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觉得他没有认清自己 那么请问在这段情感关系当中 你认识你自己了吗 仅供参考 接下来是你们自己的时间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再处一段时间行不行啊 那是不可能 白在做梦了好不好啊 我求求你啊 我现在是回到现实 我求求你啊 我不再做梦 我现在是最清醒的时候 那你忘了咱点几滴滴了吗 已经没有机会了 因为我已经教导你多少次了 你的脑子怎么想呢 但是你达不到我的标准 我也没有办法 他写作呢 等你达到我的标准的时候 我也老了 所以我为了 你看你写作那些东西 为了自己兴有的一点青春 我必须 我必须 那你要说 你如果这样想的话 够你六十年 你都不会第二次去 最起码我得找一个 在我写小说的时候 他不会打断我的灵感 不会硬帮我的书 我打断我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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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啊 能不能啥呀 好不好 我分手 还是分手 好 行了 两位请回吧 你多考虑考虑哦 请关门吧 今天的选择特别简单 做人要做 嫦娥姐姐这样的人嘛 请大家选择 赞成就是做 反对就是不做 来 各位请选择 我们应该从生活里面 去汲取一些养分 从别人的身上 看到一些 我们要吸取的东西 和我们反对的东西 所以我做这样一个选择 不是对这位女性的不尊重 我也希望这位女性 如果还没有离开的话 听到这个 能有一点点醒作用 接下来数五个数吧 看看她们自己的选择 走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一 请开门 完了 啊 来了 什么完了 你见她出的 过去有句话叫 得知我信 失知我命 今天这话可以改一下 失知你信 得知你命啊 挺好的 祝快乐吧 来 还会有更好的女孩子等你啊 去吧 生活就是这样 有些人就活在自己的梦里 像套中人一样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下面这对恋人 他们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吧 来一起来看 我们在一起四年了 开始的时候觉得 她比我大一点 会比较照顾人 当时第一眼看到她 就挺喜欢她的 后来就彼此联系 慢慢地走在了一起 在一起之后 她就想要自己创业 我挺支持的 刚开始的时候 创业蛮困难的 但她一直都陪着我 但是后来呢 我就是慢慢地发现 她不再不能在工作上 给我帮助 而总是在事业上 给我搞破坏 创业了超几年呢 每次都不成功 但年纪大了 我就要一直 说我们回去结婚 说要给我们安排 稳定的工作了 但是她一直都不跟我回去 现在还要跟我分手 我觉得如果再和 这样的女人在一起 我那一辈子就完了 所以我要和她分手 我每次看到 这样标题的时候 我都特感慨 说你的爱使我失败 或者你的爱成为我的阻碍 那我在想那还是爱吗 那到底是一种借口 还是其他的什么背景呢 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 来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阿生 31岁来自河南学历大专 现在代业 女主人公小姚 26岁来自湖南学历高中 现在是一名采购员 有请有请两位 来 准备分手是吧 是 谈了几年恋爱了 谈了四年了 一个河南 一个湖南 怎么认识的 我们因为都是在厦门工作嘛 有一次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 当时到第一眼看到她 就挺喜欢她的嘛 然后后来的话我就追她 那时她很纯真 但是现在她的疑心病越来越重 哪有 我几次事业 都是被你破坏掉的 我现在没办法忍受了 我要和她分手 你创业我是怎么支持你的 家里开箱房租 都是我的工资在付 为了节约钱 每个月我们都住 那种一楼的平房 那么潮湿 我都得风湿了 晚上躺床上冻的冻不了 那夏天 误了声音都是废子 都没 都不敢去看医生 再拉一身病 你说我不支持你吗 你以前是挺好的 但是后来我开始创业以后呢 你又是怎么支持她呢 你觉得你 你现在创业没创成 是因为它影响了 是吧 没错 一点都没错 你创过几回业啊 两次 第一次的话 我和朋友嘛 因为的话 觉得下面这块 培训市场挺好的 很多家长都愿意 给孩子培训嘛 我们当时就开了一个 教育咨询公司 当时我们做这块 刚开始的时候 挺困难的 我每天在外园跑 但是她呢 就整天开始怀疑我 为什么怀疑你 你那时候以前 你公司里面 全部是男孩子 男同事 外面你请的什么女老师 你没跟我讲 她一来 你们就把她当神一样 供着去吃饭又唱歌 我那你又没跟我讲 等你吃饭 等到晚上12点 你还没回来 电话也不同 感谢不回 我电话没电了 我当时喝醉了嘛 我等你等到急死了 怕你出什么事 后面好不容易 打了一个朋友那边 说你们又吃完饭了 又去唱歌 你爱喝高兴的喝醉了 旁边女的生在说 就别吵人 你睡着了 你知道我怎么想了吗 我等你得到那么晚 我后来完全都有 给她解释过了 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也没什么资源嘛 说一句话 就说也很是不好 后来的话 我们好像有一个女老师 她是名校的嘛 我们当时很想 把她争取过来兼职 开始她不愿意嘛 我们公司也没什么名气 后来我们争取了很久 她终于过来了 当时我们就很高兴嘛 和几个朋友就一起吃饭 然后喝酒 然后就K哥 我当时就高兴 就喝多了嘛 然后电话也没电 当时就没给她说这个事情 她后来完全都给你解释过了呀 你根本没必要抓着这件事 这个怎么会影响 你的公司呢和创业呢 她后来变本加厉 你知道吗 我这边的话 她自己骗我 她说他们要加班10点多 然后我说 那好你加班 我就做好夜宵 把饭菜给他们送过去嘛 然后就我到那边 就他跟那个女老师 你是去送饭去了吗 对 就你们两个 而且坐着那边 有说有笑的 那是加班吗 我当时我正在公司 确实是在加班 其他同事 有的加班工作做完了 她就走了 只有我们两个在那边 你俩加什么班啊 我们最近我们的工作计划 推广计划 以后的课程怎么安排 然后她就冲进来了 你说她是去送饭的吗 进去 二话不说 也不问我青红皂白 就把那饭啊菜啊汤啊 往我身上一倒 你别让我看到这场面呢 我当时工作还要不要做 我尴尬到不行 我还得跑出去追你 还得哄你 这没有影响我工作吗 你答应我说 把那老师辞退 你又没给我辞退 我当时不答应你行吗 你回家就砸东西 一直在闹 不是为了哄你开心吗 哄我开心你就骗我 后面不顺 要不然你心脏 我看到你的短信 人家发我来给你到晚安 然后你每天 给问了人家 撒着腾要吃什么 然后每天需要问暖的 同事互相关心 这根本没有任何 你都现在都每次 还关心过我 每天跟人家到晚安 你晚安都没跟我讲 我们每天在一起 还有到晚安吗 还有政务陌生吗 那你们每天 三个不也在一块吗 是我们上班是在一块 如果不在一块 有的是谈工作 行行行行 听不下去了 这怎么影响您创业了呢 我们那位老师正在上课 那么多的学生 家长 同事 他就直接冲上讲台上 拿起半擦 就让人家头上砸 然后指着人家骂 狐狸精 干嘛朋友 他本来就是狐狸精 姑娘是你做的吗 他不是之前答应我 说辞退了吗 然后那就挺好的 又好了一阵 后面有一次 他完了 他就洗澡 手机那桌上 就短信我就看了 然后我就看 他们聊天记录 就老子学问他 说哎 喉咙痛 或者怎么样 吃什么 然后就是冷 天冷多 穿了衣服 然后就一直都瞒着 我不知道他们骗了我多久 我一看短信 受不了了 然后跌了脏 我就跑去他们 我当时只是为了哄你 就是那么一说 公司又不是我一个人 说了算 我说了就让人家走呀 你可以跟他这么说呀 这个跟他沟通不明白的 好好好 你沟通不明白 你就骗我 拿我那边去干 反正你当时那么做 就是错的 那么大厅广众之下 你那么做 你觉得对吗 我过去来 你连我身上都抓了 几刀鞋道子 那我不是气头上吗 我一看他们骗我 不知道骗我多久了 这样子做 然后老师还待得下去吗 然后老师后来 不再就离开了吗 那我就让他走啊 你让他走了 对我们公司 有造成什么影响 你知道吗 什么影响啊 培训这块本来竞争就很激烈 如果我们公司有一个 就是说 著名的一个老师 我们就可以打说 金牌名师 很多家长也相信 更愿意把学生 送到我们这边来 他走了 我们的生意就一落千丈 你开公司 就是为了那个女的 是不是 他一走 你们公司就开不下去了 他在你们公司 所以就好好好 我工作的事 跟他就说不清楚 这个就垮了 再说说吧 还阻碍了你什么事业了 后来吧 我有同学在南京嘛 他就是销售 把我们老家的一些土特产 他销得挺好的 后来他给我建议说 也可以在厦门试一下 我就跟他商量 当时呢 他也同意 我就开始着手做这块嘛 开始做得挺好的 我也整天在外面忙 应酬 想办法就开拓新客户 我有客户关系 对啊 你一有客户 你就不管我了嘛 我没空陪 他那个疑心病 就发作了 而且越来越严重 他打印我的那个童话记录 挨个打过去 男的画个圈圈 放一遍 女的打过去 特别严肃地跟人家讲 哎 我是神世的女朋友 你不要介入 不要破我们的感情 你以前每天晚上下班回来 会给我吃饭 是陪我吃饭 回我去占卜 怎么也会有空 带我出去玩 你现在多久没带我去玩了 每天晚上我做好饭 等你回来 你都不吃 外面你应酬 你也不给我讲一声 每天在外面你干啥 我都不知道 我是在外面工作 你以为外面吃饭 你很轻松嘛 第三下子的陪客户喝酒 你知道吗 你每天应酬 你又不让我陪你去 把我一个人落在家里面 都不管我 也不理我 那我怎么都 你每天在干嘛 你是去跟别的女人 约我还是干嘛 我哪里去知道 他那通话记录 你怎么会有啊 他以前那什么 手机的密码 然后这个密码 微博都会给我嘛 我就看得到 后面他都不让我查 他就把密码给改了 那我就说 你不让我查 我就拿我身份证 给他办成卡 然后我就能打到 那个通话记录嘛 那我们不知道 他的行踪 我又不知道干嘛 也不回来陪我 我就 我只能这样子啊 这些我都忍了 那你为什么 随便删我客户好友呢 我那天的话 是找一个朋友 求他办点事情 打他电话没打通 我就想客户上 给他发过去 结果一找找不到了 他说他给我删了 对啊 你凭什么删我朋友呢 我就把女的给删了 老是找你吃饭 找你那我这玩那玩 你都没带我去 你干嘛老抽空没呢 根本没有经常 陪他出去玩 经常出去都是应酬 而且是不同的客户 为什么 你看 所以我就把他赞拿 我就不知道他在找你 他刚跟你好的时候 不是这样吗 不是 他那时候刚好的时候 他每天回来 会煮饭给我吃嘛 然后从来我们会一起去 海边散散步 然后就周末也会带我去 这段美好的时光 维持了多久啊 差不多一年吧 对那时候我们都挺好的 他在创业之前 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是做IT的 创业是你们俩商量的结果 还是他要商量 他说想创业 他说因为两个人在一块 我们感情挺好嘛 就说创业以后赚钱多 我创业就是想给你 更好的生活嘛 对呀 我一开始我很支持你嘛 我本来在家里 交算逛业的 我部门一直让我回家 给我安排好的工作 我都没去 为了陪你创业 那么辛苦 我也没说什么 我都为了支持你是吧 结果一创业开始 你又不理我 每天 你说是说忙 然后整天也不招家 晚上回来倒床 那就睡 我晚上回头倒的 睡都翻不了 你就呼呼大睡 我将给你对不起 阿生 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创业的目的是什么 未来更好的生活吗 那你觉得他要的是 什么样的生活是更好的 他在乎的是你的 钞票呢 还是在乎你在他身边的陪伴 他在乎的应该是我吧 但是我做一个男人 我肯定是我们以后的 家承担责任嘛 但是责任没承担起来 把这个搅黄了好吗 这不是我的问题 是他的问题 都是他的问题 他以前根本不是这样子的 好 那你今天来就是 一定要跟他分手是不是 是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 上次创业不是刚失败吗 现在还没有工作 那你靠什么生活呢 家里开始都是我 我上班 然后家里房租啊 生活我用都是我 说白了就是你养了他呗 那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 我叫他跟我回家 我爸说给我们安排好工作 稳定一点的 到九晚五上班 然后他就多点时间陪我 然后我们就可以像以前那么好了 我一个大男人 什么都让你爸安排 我以后一辈子 在你家人面前抬得起头吗 那就不是只是给你安排个工作 起点高一点 冰的高一点 你自己努力一点 以后不也是可以赚多一点的钱吗 再说了 我又不要你买房买车 又不要过那么多生活 我只要你赔我 你要赚那么多钱干嘛嘛 我没想赚那么多钱 但是总要有个基本的保障吧 可以啊 你我爸给你安排工作 不也是有基本的保障吗 我不想要你在创业了嘛 外面那么苦 我身体现在也不好 我就不创业 我就正常上班 我身边没有女同事吗 你如果还是整天这样子 我怎么受得了 不是说你同事不能交往 你要多点时间陪我 不要光陪别人了 我有空的时候都会陪你啊 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在看情况 陪完女同事以后才有空吧 我也真的不想问了 再问费也气差了 你们来吧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大双实际也有一个创业的过程 真像他说的那样嘛 就天天就得应酬了 不是这样的 创业是第一是有基础 第二要有时间和安排 当然了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 会有突发的事情 比如说晚上约好了 要陪女朋友吃饭的 结果来了一个客户 这样事情都会发生 但实际上我认为 你还是没有坦然的去面对它 你一般会怎么做 我一般会告诉李宁 对不起今天晚上我有客户来了 不好意思不能陪你吃饭了 李宁就不介意了对不对 她也很开心的事情 好 下次再说 其实我觉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他们两个的这个矛盾 其实是积累而来的 更多的原因我觉得还在于南方 创业我觉得是肯定是要接触很多人 然后会有很多时间耗在你的这个客户身上 但是其实你对对方的关心 他是能感受得到的 即使你没有时间陪他 哪怕中间你发个短信 你说亲爱的 你忙什么呢 我这边很忙 那他对方会知道感受到你的爱在 还在 但是我觉得你可怕这方面做的是不够 你把这些时间都给了你的重要的客户 或者是女性的朋友 所以那让他会觉得他有危机感 他觉得不安全 那他就会非常提防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你还不是很能够懂得爱的 然后你也不能够很好地调配这两者的关系 一个成功的男人 既要安排好自己的老婆 也要安排好自己的女客户 在这个层面你给大双打多少分 我觉得他这方面没有问题 满分啊 这件事情的责任双方都会有 女方是爱的方式的问题 男方是爱和事业之间失衡了 先说女方吧 文字讨厌吧 嗡嗡嗡嗡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哪有人生更半夜就跟兼职的女教师在一个办公室里面还是两个人比肩而坐 还每天发晚安 没问题吗 她说的什么都是夸张之后处理过的 我跟你说啊 这件事情其实是很简单 这傻姑娘一是没听明白 你不要去跟她变这个东西 她就找借口跟你分手嘛 什么你影响创业啊 什么你变了都假的 说白了就她就想跟你分手 我不想跟她分手 我知道你不想跟她分手 但我先要点心你 你不要觉得哦 这件事情我可以改 那件事情我可以改 错了 你改什么都没有 她就想跟你分手 什么创业一定要应手 我自己也开公司 我从来不跟人应酬 从来不跟你客户应酬 我跟我手下那些姑娘说 如果这个单子需要你去跟人喝酒拿回来 不要做 我们不赚这个钱 很简单 就是这样 所以不要拿创业为借口 去跟姑娘分手 想分手就大大方方跟人家说 是男人吗 怕什么呀 我觉得姑娘你啊 确实有一些问题 你要搞清楚 爱情跟控制余之间的区别 爱情是希望一个人可以变得更好 控制余是说宁可你差一点 但是我要你留在我身边 我觉得你控制余多过于爱情 这在于你以后找男朋友的时候 你一定要切切地小心 有一种女人 在生活贫苦的时候 忘乎成龙 但是当丈夫真的成了那条龙 自己又觉得自己不是那只凤 所以就恨不得自己丈夫 还变回当初那条虫 有一种男人 在没有发达之前 希望找到老婆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在下发达之后 希望老婆定在厨房 别上厅堂 这种女人和这种男人结合在一起 日子是不应该过好 因为日子一旦过好了 妻子的猜疑就来了 丈夫的得意忘形也就出现了 我问女方一个问题 现在给你一个选择 生活还是像当初那么一贫如洗 丈夫还是当初的那条虫 但这条虫可以陪你看月亮 可以在家陪你唠嗑 可以跟你一起做饭 跟你一起溜弯 另外一种就是现在这种生活 它成为一条龙 但它这条龙呢 天天以工作为名不陪你 你还选择哪一种生活 我也选择第一种 好 当然这其中有一个原因 是你自己的家庭生活 也比较优越 男生也给你一个选择 如果你的妻子 还像当初一样温婉可人 温柔而善解人 但是日子没有那么好 每天平平淡淡的生活 还有一种就是 你在外面工愁交错 推背换展 但是你却常年的不归家 他终日抱怨打电话给你 你愿意选哪一种生活 你看他就要想 他连想都不想 我不用想 我选第一种 但是说每个男人 都应该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这没有错 你还是想了一会儿 你完全没有女孩子那么坚决 为什么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你跟他的家境不一样 你的家境贫困 他的家境是比较优越 这是第一 第二 你之所以会想那么一会儿 是因为此时此刻 你还没变成龙 你还在过着虫子生活 一个有自己贤惠可人的妻子在家里 候着你的人 知道每天有一盏灯 有一扇门在等着你的男人 在外面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懂得必闲 这个老婆眼睛在身边盯着你 和心里有老婆的眼睛在监督你 是一回事 我不说陆琪老师 开始的那样 你在外面一定有人了 但是 现在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在与客户的交流当中 你肯定得到了无比的快乐 肯定跟自己的妻子相处起来 那要有意思的多 但是当你真正有哪天生意落败的时候 你依然是一贫如洗的时候 没有哪个客户被打理 只有那个杀女人 还会开着灯 默默地等你回来 所以说这两种生活 完完全全可以交错而行 就是一句话 无论生活如何改变 只要爱你的心始终如一 就一定能够龙凤成乡 就这样 听明白了吗 好 我们回头来检索一下 跟女老师 处得是不是稍微过了一些 可能我一些方式方面 有点不妥吧 但是我除了她之外 真的没有任何其他女人 绝不是像刚才那位老师说的 她猜测有人了 我觉得主要是她错 我没什么错 男人 每个男人 都会去做自己的事业 包括您不也是吗 照常理想 确实这姑娘做得比较过分 但是如果你反推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么极端的表现 你可能会有另外的答案 其实我觉得她更多是在泄愤 她觉得那些事业上失败 都是因为老婆 或者说这个女朋友的问题 这不是泄愤 这是找借口 无论泄愤还是找借口 有一点大概是注定的 就是自私 你有人了吗 自私是这一切的基础 小伙子 你有人了吗 这个真没有 你有外心了吗 没有 有 你那心是誓言 那是外心嘛 我特想问问你 四年跟她在一起 吃了不少苦 对不对 那今天就是特别明确的 她会跟你说我不爱你 我就要分手 分吗 不分 为什么 从她跟她认识那一块起 我们因为有点像一见钟情嘛 然后我觉得都 一下子找到了对的人 我就想跟她共度一生 然后所以她创业那么辛苦 我自己弄得身体不好 我都看下来都觉得值 我觉得以后我们肯定能过好 我都相信她 她以前对我很好 我晚上只要说我肚子饿 很多晚上她就爬起来 给我煮面条治 别回忆以前了 看现在了 接下来是你们自己的时间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进入黄金六十秒 其实我一直爱你都没有变 我还记得以前有一次我发高烧 你给我煮酱汤喝 我整晚不睡觉 拿那个毛巾 吃了水给我覆额头 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妈都没有给我做到这样子的 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改 我创业全都是为了你 希望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现在确实生活压力也挺大的 我可以 希望你以后不要折腾 我没有折腾 你如果改了我也会改呀 你不会老是晚上陪别人 然后你不要 评论上短线 别那么多女的行不行 我可以计量出时间陪你的 这些都没有问题 你能别创业了吗 你跟我回家行吗 我爸离创业的人又没空陪我 如果可以的话 下次创业你就陪我一起吧 要记得你说的话 我特别认真听 你在表白里面有一句话 我的创业都是为了你 说明你爱他对吗 是 好 你最爱的女人跟你说 跟我回家吧 我不要这样的日子 我就让你做个普通的男人 你愿意吗 愿意 得了 那就别进门了吧 还进去吗 不用进了吧 来往前走 先抱抱 先安排 真的不创业了 真的不创业了 就跟他回老家了 男人的面子不要了 我们以后不折腾了 好好过 其实有的时候 做虫也挺好 这里面真的有一个圈套 其实有的时候 在姑娘的心里 不是要做大事 也就是大男子汉 再说了 跟他在一起 平稳的生活 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非要折腾点事呢 最后就是鸡飞蛋打 事也没折腾成 心爱的人还跑了 稳定的生活 我不丢人小伙子 刚才你抱着他 突然之间 失声痛哭的时候 你在感慨什么 我的感慨其实 我就想说 我其实一直是喜欢他的 还有呢 还有就想说 如果说几位老师 都以为说我在外面有人了 我没有以为 你在外面有人 只有他一个 只有他一个 我是最后起作用的一个人 不是 我是想说几位老师 都以为外面有人了 那他可能就是说怀疑我 但是我现在都可以理解了 因为我以前来之前 我经常看几位老师的节目 几位老师 我觉得他 就是很有才干 很有才 说话都很有才的 包括分析也都很客观 几位老师也说是我错了 我想 不是你关键 你没学到点儿 几位老师对他老婆好 可不像你这样 曲总算说了一句人话 你这太不对了 俩人拍你马屁 你还骂一个 别的别学 别的别的 一个男人的 事业再成功 对自己的枕边人不忠诚 这个男人也算不上男人 听明白了 确实跟他回去了 安稳稳过日子 好好爱他 以后真的 别对男人那样 要给空间 要给空间 好 都改改吧 来 有请小花童 很像我是吧 把这个戒指给叔叔 我跟你说 他是这些花童里面 最明星的你知道吗 你火了 走吧 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 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 还是那句话 爱要有你才完美 接下来我们一起见证 这个浪漫的时刻 来 请见证 我希望能陪你一辈子 遇到天皇地老永远不变 听着呗 谢谢老师 回吧 祝幸 好好过啊 好 谢谢老师 都是好心人哪 不挤得挤得他行吗 接下来就沉重一点 你们来看一下